这节课咱们就开始来做调用接口 来完成上传的音频文件的识别 怎么用 这个咱们根本就不用调用音服务的话 咱们根本就不用太担心 因为人家的文档都写的比较清楚了 咱们直接看这个 这个 它的 接口 录音文件识别 直接看它的文档 这里边说的很清楚 开发工具文档 你看快速开始 你看这 我就不爱大家来找这个文档了 直接在这 开发前必读 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步骤 它大体需要两步 因为在这个接口 这就是隧道掉那个云接口 一般都是同样这个套路 首先用这个access key和这个secret 来换取一个有效的access token 然后再用这个access token 去调用接口去识别 至于为什么这么做 其实你不懂为什么 你调多了这个第三方接口都知道 基本上都是那个套路 所以在这就不该去讲说 为什么这么做了 调用阿里云等这样一些第三方接口 都是第一步 先调用接口来获得access token 第二步再拿access token 去调用语音识别接口 所以说首先看看啊 如何获取这个token 直接点到这个 他的这个语音智商交互文档的 这个开发前必读 获取token 翻到这 这一个获取通过stk来获取token 首先呢 咱们在项目里边添加一下这个manman包 看到吧 添加这个manman包 这呢 这个manman包 打开这个pom 加到 最后这吧 先加一下这个manman包 这是获取token用的这个manman包 ok 这个manman包 在这 这个manman包加好了 然后这个代码 这个代码 你看在这 传入这个 之前咱们新建的用户的这个ID和secret 就可以了 你看到了吧 这传入 AKID 这传入AKsecret 在这掉下 在这返回了这个access token了 把这烤过来 所以基本就是从文档里面拷贝的这样一个动作 ok access token 把它import进来 在这呢 传咱们的这个 AKID 在这暂时咱们先把这写到代码里边 稍后咱们再把它写到配置里边 暂时先写死到代码里边 先把它调通 先调通 咱们再把它搞到配置里边 这个 这个代码文说用哪个用户 这样的话不是谁都能掉这句话 得用这个用户来换取这个access token 那么在这就拿到了这个access token了 access token 拿到token 然后接下来呢 咱们再看一下它这个文档里边的 拿到token之后 再看这个文档里边录音文件识别急速版 这有个接口说明 至于为什么这么掉啊 其实它文档里边说的很清楚了 我就不带大家再来看文档 直接看结果 往下翻 往下翻 sdk这块啊 这儿已经有给咱们写好的一些sdk 咱们直接掉它的sdk就可以了 把这两个考过来 这个okhttp啊 这个项目里边 已经包含过来了 看到了吧 这儿已经有了 所以咱们不需要再次添加这个引用了 再次添加这个包了 咱们直接用这个阿里巴巴 这个fast json 这个用不着啊 他这文档 就有时候他这个文档 就就就就很误导 他其实用不着这个fast json 这个包啊 所以不用这个 这两个都用不着 都用不着 只用这个啊 这个不用再引了 因为这儿已经有了 这个fast json呢 这边他下边根本就没用到 最起码咱用到那一部 他没用到 因此呢 这俩没本包 咱不加了 直接看这儿 他这演示怎么弄呢 首先他这儿有一个工具类 叫做htp youtube 咱把他代码考过来 这就是人家现成呢 我就直接见到这底下了 我就不再进建一个什么 别的省事 当然不符合这个正式项目的规范啊 那我怎么省事怎么来 这个package come 然后这个代码 考过来 就是文档里边现成呢 是吧 当然呢 这个人家只给咱们样板代码啊 咱们还得再改造一下 你看啊 他这给的这个样板代码 我看他其实是这个 你看他是给了俩 你看 咱们其实只要用 这个就回来 一个是给上传一个文件的 一个是上传一个byte byte数组的对吧 咱用这个就行了 因为咱们在这儿拿到的byte数组嘛 咱们用这个机会就可以了 知道了吧 咱们直接掉 他不改造 咱们直接掉这就行了 好看 怎么掉呢 直接往上翻 人家的文档都给的很清楚 你看process 你看这是一个给了一个文件路径嘛 这是一个token 格式什么sample rate 不知道啥东西 你看他这man 你看man啊 man这儿 文件名 wav的 但是咱mp3的这个sample rate 这叫做什么 sample rate 中文怎么说 这叫做采样率 是吧 采样率 是100 咱就用他 你看这叫process OK 这就好说了 复制 这 access cone 现在往下走 这是mp3 不是wav 咱上传 mp3格式的 咱就这么来 然后的话 process 好 你看 最喜欢干这种东西 你看 在这就拿到了 他的这个接口的返回了 对象了 对不对 看到了吧 OK 好过来 最喜欢复制粘贴 我是复制粘贴高手 粘贴过来了 app key app key 又要用app key 这只是说 你掉用哪个模型呢 那个app key 看到了吧 云识别呢 咱们新建那个项目的app key 看到了吧 是这了 别用我的啊 我的用完我都删了 你用了想用都用不了 所以在这 是咱们在这 这个模型这 用的那个app key 还记得吧 不说了 忘了话 翻前面那个视频去吧 在这就是这个app key 代表说你要用哪个模型 是识别中文的 识别英文的 还识别这个四川话的 这个app key 就这个 是吧 key OK 然后token fnmate 这样的话就构成了这个 uil 这就是咱们请求那个接口 你看这要请求那个接口的路径 对吧 咱们就请求这个接口 这个三点 这是报文头 报文头也没用 就是空了报文头 去找 file name 咱这调用不是file name 咱直接传那个byte输入组 就是 用data不是file 是吧 因为咱们这最后参加给它传的是文件的这个 这个内容 是吧 response 咱们这直接就把这个给它response 咱们走一圈 也行 哎 有错误了 有什么错误 有变错误了 哦 cnt find symbol internal login 哪用到 这 估计就是它的这个http youtube 是用到了吗 没用 哪用到 哪用到 没用到这个logger 它怎么会找不到用logger这个lane 是不是一开始 刚才我一不小心把这个 看看啊 在这缺了这个logger了 你看它编译的话 现在 不对啊 它这怎么会缺这个logger呢 哪缺 不缺呀 它这可以编译 什么样 会出来这么一个东西 不知道 再运行一下试试 嗯 好了 哎 刚才怎么出来那个东西呢 估计是 复制过来这个东西吧 OK 好了 无所谓 现在能够运行通过了 咱们到这再 再选择一下 提交 It's valid 怎么回事 token 代码写了有问题吗 哦 你看啊 这传那个token 你看这传token啊 你把这个传过去了 咱要的是 咱要的是这个是吧 啊 这些错 啊 在这呢 你看人家就是 首先调用这个接口 获得一下 根据这个 你看这 这就错了 这就错了 把变量传过来 是吧 在这先获得这个access token 然后在access token呢 再用这个access token 再去调这个接口 在这的话 这个token传出代码来 如果他默认写这个token 直接就把这个对象吐死证了 我得把他该的token 返回这个token 传到这了 通过这些信息 是吧 调用这个接口 这就是货头token 拿token再去 调这个接口 token传错了 那他就这个 交易失败 他就 调用不成功 我看 提交 改完代码 得先control c 杀死 再重新执行 run 也行 哇 出来了 ok 这出来了 did you ever wonder 出来吧 识别成功 识别成功 耶 但是呢 很遗憾的是 识别出来的是一句话 他的文档里边啊 他说的清清楚楚的 他这个文档里边说的 你看说的多好 人家是 文档里边给的是 你看 喂 喂 哎 哎 现在多少 文档里边给的是一句句话 识别出来 对不对 但他这出来的结果就是一堆 一整个的一个音频文件 我这个音频文件 虽然不大 一分多钟 看看 一分多钟 一分多钟 他就给我识别出来 整个一分钟的是一句话 看到了吧 你看这个Jason 整个的一分钟是一句话 他没有一句句分出来 所以也不知道是我调的不对 还是他本身那个接口 就是对中文能够一句分出来 英文就是一段话 不知道为啥 我没研究出来 我就假定 确实是他这个接口 只支持 整个一大段识别出 一句话了 再来的话 我怎么怎么 凑合用这个接口呢 其实我这个Uzac 用的不是阿里云的这个接口来识别的 我用的那个接口呢 是能够一句句识别出来的 而且每一句话都有开始结束时间 就是每一句话 从比如这句话 是第一秒到第三秒 这句话是第五秒到第八秒 他都有的 但他这个接口是没有每一句话的开始结束时间的 你也吧 所以说如果说 我必须得用阿里云这个接口 而且他那接口呢 确实对中文 没有 大法一句一句给我 告诉我说这句话 开始结束时间多好 那咋办 那咋办 他没有 就是没有 我就用这一口 他就是没有 怎么办呢 大家想一想 下节课 我来怎么 教大家来凑合用这个接口 下节课再见 下节课